带来了两只小鸟 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 在这浪漫的氛围之下 安娜和皮特都点燃了爱情的小火花 他们躺在地上 一起聊着天 聊了很多 心与心的距离是越来越近 他们一起出去玩 两个牵着手 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 但这时他们还是会顾及别人的眼光 毕竟安娜看上去比皮特大很多 但很快 他们就消除了一切顾虑 因为安娜从来不为别人而活 只会跟随自己的内心 安娜喜欢了一个包 皮特就偷偷地买给了安娜 给到安娜一个惊喜 其实皮特还有一个目的 换掉安娜的包 因为看着安娜现在的包 就让皮特想着曾经抢劫过安娜 有时安娜回回一起去世的妈妈 皮特就给到安娜一个温暖的拥抱 就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皮特已经学会了很多的知识 在表演班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安娜也为皮特感到无比的开心 接下来的时光 皮特开始对安娜越来越亲密 想要成为安娜的男人 娶安娜为妻 安娜还是觉得可能会害了皮特 毕竟年龄相差30多岁 所以安娜就拒绝了皮特 皮特无比的痛苦 就离开了安娜的家 但皮特就再也没有去表演班了 也不来学习 安娜不想让皮特再去做一个流浪的混混 所以就想办法找到了皮特 让皮特继续学习 不要自暴自弃 皮特直接就给了安娜一泡口水 让安娜快点滚 因为皮特想要的只是安娜的爱情 而不是什么狗屁学习 安娜转身就走 回到了家 晚上皮特来到了安娜的楼下 喝得大醉 大声地喊安娜的名字 安娜在房间里做着思想斗争 要不要接受皮特 最后安娜觉得还是爱情最大 所以马上收拾了一些衣物 拉着箱子就冲下了楼 安娜打算和皮特去旅游 安娜取了一点钱 就拉着皮特出发了 皮特还很醉 所以一路上都是晕晕沉沉的 皮特在安娜的腿上睡了一晚 早上 他们在火车上聊天 现在已经是无所顾忌 两人全是甜言蜜语 羡慕死了所有的单身狗 他们去到了一个海滨城市 看着这无敌的美景 他们用报纸套在头上 在街上玩起了偷东西的游戏 去海滩罗泳 每一天都充满浪漫与激情